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生命只靠一条绳索维系 非常的惊险 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的主人公 任阳城 当年他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任阳城究竟是谁 他究竟做了哪些事情呢 我们就从这两本书中去寻找答案 一本叫《红旗区劳模任阳城》 一本叫《中国红旗区》 任阳城是土生土长的林县人 1958年 林县修水库的时候 就需要组建一支爆破探险队 当时身为民兵连长的任阳城 勇敢地接下了担子 他带领300多个队员 学爆破学出险 为林县的水利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 到1960年2月11日 林县启动了《红旗区工程》 任阳城也第一时间加入了劳工队伍 在当时的《红旗区工地》 让他名声大噪的 是任阳城的不要命 当时工地上流传这样的一个顺口溜 楚显队长任阳城 阎王殿里报过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修红旗区 太难了 《红旗区》今天被称为人工天河 它的修建难度不仅是中国 也是世界罕见的 难度最大的总干区 全长有70多公里 沿线到处都是悬崖峭壁 施工环境极其险峻恶劣 书中这样写道 这一带的太行山属于杖石岩地貌 崖壁往往又长又陡 长的有几十米几百米几千米 陡的呢是垂直九十度 甚至九十度以上 上面的山体往外突出 下面的山体反而收缩在里边 很多地方不仅没有路 连个立脚的地方都没有 一抬头 笔直的峭笔直指天空 一低头 下面是万丈深渊 在悬崖上施工 炸药崩完之后 小块的石头落了下来 但是你却不知道 大块的石头 什么时候往下掉 而它一旦掉下来 如果下面有人 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最危险的施工啊 就是在横武崖工地 1960年五到六月 短短一个月内 横武崖工地就接连发生了 三起重大的伤亡事件 不得不暂时停止施工 后来呢 临县县委就决定 从全县调集五千名青壮年 对横武崖进行一次大会战 而其中最重要 也是最难的 就是要建一支除险队 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写的 在这危难的紧要关头 任阳城带着伤腿 又一次挺身而出 勇敢地挑起了除险队的责任 组建十几名除险队员 要知道在横武崖会战之前 任阳城不巧刚刚伤了腿 但他还是挺身而出 这个除险队究竟要做 怎样的活呢 我们来看一个视频 头顶是悬崖峭壁 身下是万丈深渊 他腰际大声 荡身其间 双手持脑钩 排出松动的石头 这个人就是任阳城 是当地响当当的除险英雄 除险需要三个人一组 一人把住绳子 一人下崖除险 一人在地面指挥 把所有松动的石头 都像梳头一样避一遍 再用铁钩把它们挖下来 开篇的那张照片 就真实记录了 横武崖除险的情形 所以您看有多么的危险 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当地人称除险队员们 是孙悟空 可是他们没有孙悟空的 七十二变的能力 和腾云驾悟的本领 他们只有那一条 吊着他们的绳索 揪着他们的命 要是出一点点的问题 可能就没命了 有些人也许会觉得 我危言耸听 咱不如来听一听 任阳城本人的回忆 难以想象吧 这恐怕是 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 而这样的工作 任阳城在红旗渠工地上 干了整整五年 五年中他无数次受伤 最惊险的一次 是在横武崖出险的时候 一块飞石砸中了他的嘴 任阳城疼昏了又醒 只得拿出随身带的钳子 伸进嘴里 自己把自己的三颗牙拔掉了 后来好一段时间 他都戴着口罩去出险 别人问为啥呀 他说风太大 吹得牙疼 领导叫他休息 他却说 底下三千多人等着呢 施不了功 会能行 这件事后来还闹出了笑话 当时任阳城呢 他是贴着牙壁拔牙 一个邻村的民工 正好从牙下经过 看见他不动了 回去告诉其他人 说他一定死到那儿了 好像连头都没有了 这话呀传回了村里 他的几个哥哥 急忙给他打棺材 嫂子们扯步给他做兽医 忙得不可开交 只是瞒着他母亲一个人 在书中我们看到 最危险的一次 是在青草蛙 那一天 任阳城的右腿 在下牙出险的时候受伤了 当晚去青草蛙工地 处理一处塌方的险药 他便让人把绳子 拴在自己身上 等点着炮之后 听到口令 就把自己拖出去 没有想到 在往回拽脱的时候 同伴看到他身上流着血 吓住了就停下来了 任阳城爬到一块 大石头旁踢下身子 还没来得及出去 炸药就爆炸 他一下子 被崩裂的乱石 埋了个严严实实 瞬间失去知觉 一百多人呢 东涨西巡 最后才终于 从乱石堆中 转出 就像有人 大石头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